初冬 你是来通报结果的通常生 对 今天 我们要从那个希望大门中走出来 是因为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比较特殊 这是一次特殊的寻人行动 这是一场时间与生命的赛跑 在我身后这张照片中的这位老人 已经94岁高龄了 而在他的弥留之际 他却委托我们帮他去找 已经失散了61年的儿子 接到任务之后 拉姆苏火速出发 我们能找到吗 他今天能来到现场吗 这位曹老先生呢 其实在半年多之前 就给我们打了电话 求我们帮他找失散了很多年的儿子 但是这半年呢 我们也找了很多的志愿者 各种方式帮他去找 没有一个确切的消息 所以我们还暂时没有跟他联系 但是就在不久前 这位曹老先生的小女儿 一位曹女士 突然有一天下午给我们打了电话 跟我们说 老人家在几天前突然发了疾病 医生也说呢 让家人做好思想准备 但是他知道说爸爸 可能生前还有最后一个希望 我们也很着急 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 就马上飞往长沙 他们在湖南省的 郑州下面的滋行室 有录像吗 有 我们也拍了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这是他女儿 对 这就是 哎呦 这是这老先生 是 你看他现在在病床上 在靠这个仪器在维持着生命 你把你进去啊 我两个人就不懂了 和平是他要找的儿子吧 对 你把我面子都不懂了 你进去啊 其实这个时候曹女士 应该说在用一个善意的谎言 在骗他爸爸 希望爸爸能够再扛一扛 我说你是不是查了 这个管子很不舒服 你就点头 你把我的手不放 你时间点头 想把舌头把那个管子填出来 我就骗他 我说我找人去找你儿子去了 我说他下午就会到 然后你就短持 你就是痛苦你也要短持 要不然你把你下午接到 你的儿子和平 就没办法跟他讲话了 我女子又应该做了什么决定啊 他还要不痛苦你也许说那个 还是希望女儿子和平快点来啊 可是找儿子和平很困难吧 肯定不好找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志愿者在当地 帮我们锁定了一些范围 但是毕竟还不是一个确切的消息 曹女士也来了 我们又请她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来听听她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来有请曹女士 你纠结什么呀 因为当时我的心好像被撕裂着 一方面我想 我爸爸你这样插着管子 他非常痛苦 然后我又一方面想延续他的 这种生命才能见到我那个哥哥 他在ICU病房里面 是亲人是不能陪的 所以他在那里 一个人痛苦就在那里 而且有话不能说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这两个手就总是扯得我 如果医师不把他两个手放弃 他想把乌仪器拿下来 对 但是其实当时如果真的把这个仪器拔掉的话 大夫好像说是 也就坚持 挺不过今天晚上 也就坚持一两个小时的事 当时要说设一个时间实现的底线 说我也不能老让我爸爸这样坚持着 设多长时间 头天联系他们 他们第二天就清早就赶到我们那里去了 我说就快点来吧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坚持到下午五点钟 前面已经有三天了 五点如果不到就放弃了 就放弃 其实真是很巧 到上午大概将近十二点的时候 那边志愿者突然给我们来了一个电话 告诉我们说 找到了一位女士 她的丈夫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和平哥哥 这个人可能是在诸州 诸州离我们的陈州大概有三百公里 湖南 湖南诸州 我们又派了第二组人马 杀向了诸州 我们这段画面我们也拍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寻找的过程 这是我们传过局的录像 这是我们的志愿者和社区的剧委会的工作人员在看这个录像 然后应该是查这个相关的登记的户籍的情况 让他们帮助确定 然后就赶紧找这个女士 所以我终于找到这个女士了 这时候已经是快下午两点了 女士一看这个录像 然后跟她一聊 她说好 确实是我的丈夫 当年是有这个被收养的经历 最后终于找到她的老公了 老公以后把这个录像给她看 终于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确定 就是龙和平本人 但是其实当时我们也很交集 你想 差不多下午两三点一会儿告诉曹女士 说你说五点真来不及 因为你想 从诸州的镇上到高铁站 高铁站再开上小三百公里 再到琛州 琛州到滋青还有个七十多公里的车程 这就是龙和平先生 但是我们发现很奇怪 他真的是不知道爸爸的情况 龙先生拿出的这两张照片呢 是他的养父母的照片 可能养父母之前不太希望他去找亲生父母 可能这个事就放下了这么多年 但是呢 他听说新生父亲现在情况很危机 二话没说 赶紧就买了最近一般的高铁票 十一点多的票 跟着我们的志愿者一起往琛州赶了过来 当时你看天已经黑了 应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 我们也是跑到了琛州的高铁站 去迎卢柯平先生 时间很紧 赶紧就上车继续往资金市去开 但是其实很奇怪 因为我当时在陪着他我在车上 然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事儿 我发现确实他有一个心结没解开 而且这个心结就跟刚才我们讲的 小时候不到一个月就跟父母分离这个事儿有莫大的关联 曹女士您先讲讲爸爸这边当时是怎么在一个月的时候把哥哥丢掉了 我爸爸当时是从云南那边就回来 因为生活贫困加上人口又多 我爸爸他个脚残急了不能干活 一下子又找不到工作 然后家里的人就开始就矛盾就开始了 我爸爸那个前妻他就怀了小孩 就当时就生了小孩 可怜了就饭都没有吃 是隔壁一个大妈 看到这个人家有小孩哭了 就送了一碗当炒饭过来 当时我爸爸就病了在床上 和平的妈妈就抱着这个小孩 就回娘家就在路上 也没有车费 也没有吃力 就是那个火车路边上一家旅馆 然后那个旅馆是新隆的家里开的 他说我把儿子送给你 你就给我一点路费吧 就等于是把儿子卖给那个龙家 就这样 但是我爸爸确实后来一直想去找他 而且找了很多吃 龙先生以为那时候很小吗 以为是爸爸狠心把他抛弃了 就是我爸爸后来妈妈身体好了 就远着铁路线去去找 就有一个人就告诉他们 他就说这个人家突然来了一个小孩 他是没有生育的 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家 就我父亲就去了几次去看 看有一天就看到了 赛的那个小孩的衣服 就有点像他那个儿子的衣服 然后他就去这个龙家就问 那个龙妈妈也承认了这么回事 他就当时就问我爸爸要多少多少钱 就我爸爸想收回来的 就我爸爸就没有这么多钱 就放在那里 他一方面也看到那个龙妈妈 对这个和平确实也蛮好 他们就没有儿子 没有小孩了 然后就放弃了 又放弃了 再后来两年 又去找了他 找了他 那个龙妈妈就一次一次就加码 加钱就总是不想让我爸爸妈妈去接他 其实这个和平就是 我们在说他这个心结嘛 而且不知道爸爸去赎了他很多回 他甚至说过一句话说 能养得起这么多女儿 你怎么就不能多养我一个儿子呢 不就是一口饭的事吗 也把这些事在车上就全跟他和盘做出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在赶往自行室的路上 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跟龙先生说清楚了 他才明白原来父亲对他是一番苦心 有多么期盼他 期盼了他好几十年 没想到父亲现在的情况 他也是心里很难受 如果当时家里面确实有的 贫困的问题 贫穷的问题 要把我送到人家 这个还 好接受 我们是快马加鞭 赶到了自行室第一人民医院 当时好女士还有其他家人已经在那等着了 接到了和平哥哥 然后得到一生的允许之后呢 我们就直奔重症监护病房 这个可能是龙和平这一辈子第一次对面前这个人说爸 老先生呢 一直想跟儿子说些什么 但是已经没力气了 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 我想老先生的心意可能这时候只有儿子清楚了 来有请龙和平 你好 和平也总算是我觉得还是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首先见了父亲一面 你要是知道这事父亲要走了 难受死了啊 你最近心情好点了吗 好多了啊 新年节的时候 我又去父亲的本上 击败了一下 去看着他老人家 就算见了父母吧 然后养父养母对你还不错 非常好 我很感谢 而且我们特别高兴的一点是 本来想的老先生可能就是好老先生啊 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 但是龙和平先生过去见到亲兄父亲之后呢 也算是出现了奇迹啊 对 他居然 拔了管子以后 医生说他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居然活了一天多 然后下午还非常清楚 和平来了 马上就进去 真的来了吗 真的 真的来了吗 他说是 他在哪里呢 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就过去了 就他就讲 和平啊 我对不住你了 我老是那么倒霉 那么卑识 老是没法吃羊 你不活 结你不回 酥你不回 我说对不住你了 然后我哥哥就也说 不怪你了 爸爸 不怪你 你不要自责了 不要累疚了 讲完这些话以后 他就心情 讲得很清楚的 你了 那个时候 挺好 那我真是要感谢 总监编师太感谢你们了 这话是感谢你们 这个难道 他一生 日夜夜想的 这件事情 终于实现了 在他心情的时候 我们祝福这特别的一天 爸走了 走得很安详 爸在临终前那天下午 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 说了他的过去 我被感染了 哭了 赶紧地拉着我的手 你一定要这样 我并且责任